方法就是formate,就可以formate成這個格式 底下也是一樣,特別號也是一樣 加上什麼呢?其實把上面這一段偷欄一下 把它copy一下,然後再把它丟到下面來 這樣子輸出就會自動幫我加零了 而且所有的都會是零 當然如果你要3碼的話更簡單 之前如果你用剛剛的方法變3碼會有問題 那這個方法的話你要加3碼,直接在這邊加一個000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格式的話就會變得很愉快 OK,那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呢,那你會看到 有沒有,這邊有沒有 不過會有個問題啦,換行,對不對 那怎麼換行呢?print加ln就好了 它就換行,OK,執行 好,有沒有看到,這個都是02,有沒有看到 自動幫我格式化的 那如果再加000呢?執行 有沒有看到,直接就變000了 所以你要什麼格式就有什麼格式 所以Dismore Format,你只要知道 對啊,有重複的 題目要求不能有重複對不對 所以還要再寫,還沒寫完 所以要怎麼避免重複呢? 你就要去思考 怎麼加避免重複 不過避免重複的程式碼 就會稍微複雜一些些 不過這部分我們後面還會再帶到 裡面的話,有蠻多需要再改 比如說這地方,這兩個是重複的 那如果你要避免重複的話,你就要比對嘛 比如說,第一個進來不用比 第二個進來要跟第一個比 如果重複,重新再產生一個 那第三個再進來,再跟一跟二比 如果又重複,那就重新再產生一個 重新再產生一個之後呢 那還要怎麼樣?還要再比 那如果又重複,又再重新產生一個 所以程式要怎麼寫呢? 這邊就要用一個迴圈 這個迴圈你可以用fire迴圈 這邊只有交for迴圈 你可以用fire迴圈判斷說 如果這件事情true 那就去產生一個新的 不過這個程式就會有點 有點稍微複雜一些些 後面應該還會再帶到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利用dicimal format 怎麼樣做一個格式化動作 那這個是比較正統 剛剛的方法是有點取巧的 因為剛好兩碼可以這樣做 可是如果三碼的話 後面的方法就失效了 那這邊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會有重複的這個數字產生 那先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練習一下 就是加上這個dicimal format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邊主要也讓大家知道說 用那個Eclipse開發程式 真的會快樂很多 如果你是用記事本來寫這個程式的話 你可能要背非常多的這個類別的名稱 所以以往在寫那個什麼 寫程式沒有這個Eclipse時候 可能你要旁邊要準備一本 Java的類別字典 有這種東西 字典你要自己去查 好